各位学生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1年著作会计师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讲解第28章美股收集 首先依照惯例给大家进行个本章的考证分析 这一章内容我经常说它是概念与计算并重 肯定是需要算 但是有一些概念性东西你也必须给它进行理解 你别看它在利润表中只体现了两行基本美股收益 填一个具体的金额 稀释美股收益填一个具体的金额 但是我们讲或者说你学要大概学三个小时 它既可以以客观题形式进行考核 但是它也可以单独或者结合其他内容 在综合体里边进行考核 近几年的平均分支大概是二分左右 所以这一章你要问我是不是每年必考 它肯定是每年必考 但是体现在哪一种题型 即使它体现在综合体里边 不也就是让你算一个基本美股收益 稀释美股收益吗 还是二分左右 这张教材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 我就不再单说了 这一章的基本框架结构一共是四节内容 第一节是美股收益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讲的是基本美股收益 包括分子如何确定 分母如何确定 第三节讲的是稀释美股收益 这个才是有点难度 基本纪限原则不说了 我们讲了几种特殊情况 比如说核转债 比如说认股权 认股份期权 比如说限制性股票 还有企业承诺将回购其股份的合同 最后讲了一个多项潜在普通股 这几种都是基本情况 最后讲了一个子公司 核营企业 联营企业发行的潜在普通股 我们如何算 尤其是子公司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有子公司的这种情况 我们如何算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第四节美股收益的猎豹里边的第一个标题 重新计算 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 该说的说完了 那下边我们正式看这张的内容 第一节是美股收益的基本概念 所谓的美股收益 它就指的是普通股股东 要注意主体 普通股股东 每持有一股普通股所能享有的企业经利润 或者承担企业的什么 净亏损 那你能给我说一个更白一点的公式 可以 其实它就是用净利润 或者是净亏损 除以我们所说的股数 笼统的说就是这么一个公式 但是这个公式这么说不严谨 比如说我股数还要加薰平均 按什么按时间 我净利润净亏损 我可能还要进行调整 反正它就是大体称是这么一个概念 美股收益包括基本美股收益和西式美股收益两大类 第一节我就说这么多内容 那么第二节基本美股收益 所谓的基本美股收益 您就记住一句话 它的分母 我说了半天了 它的分母一定是实际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份 可能还要时间加薰平均 这是分母 而分子一定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 如果你这个企业赚的净利润 有一部分比如说给优先股股东的这一部分我不能算 我要从你净利润里边给它扣掉 我强调的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什么净利润 除以时间加权平均之后的实际发行在外的 我们这个股数最后就得到基本美股收益 那么基本美股收益跟西式美股收益的主要区别 就是它强调实际发行在外 就是我自己的股份飘在外边的有多少 那我就除以多少一定是要按时间加捐平均 有人说我没听懂 没关系 咱接着往前说 先说第一个分子的确定 分子笼统的说就是我们所说的当期什么净利润 但是有可能它不一定是全部净利润 我强调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那么如果要是亏损呢 实际也强调由普通股股东分担的净亏损 所以它分子可能是个正数 可能是个负数 那要是净利润是正数除以股数 你算出来的美股收益是一个正的 如果是净亏损是负的 你算出来的美股收益是一个负的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标题 那么在这我提示大家几句话 其实有些话前面已经说过了 就是发生亏损的企业 你股数不可能是负的 比如说我是一百万股 比如说我是一百万股 但是我分子 那么我一定是用负的一个 因为你是净亏损吗 净利润是负的 比如说负一百万除以一百万股 算出美股多少负一元 美股收益可以是负的 第二个以合并财务报表为基础计算的美股收益 我说的是合并财务报表 站在合并财务报表上 我们是不是把母子看成是一体的 第27章都已经学完了 这个您别再问我 分子应当是归属于母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合并净利润 换句话说 我要用合并净利润扣减少数股东损以后的余额 这儿千万别错了 就是以合并财务报表为基础计算的美股收益 一定要用合并净利润减去少数股东损以之后的余额 作为分子再除以股数的加捐平均 后边你会看到 所谓的股数的加捐平均也是母公司普通股股数的加捐平均 这是第二个 第三 与合并财务报表一起提供的母公司财务报表中 且自行选择猎报美股收益的 以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为基础计算的美股收益 人家说了 以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为基础计算的美股收益 那不就是母公司自己的报表吗 那我自己的报表就按照归属于我自己 全部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来算就可以了 这是我提示大家的三句话 那么标题二 分母的确定 分母通俗的说不就是股数吗 而你基本美股收益的股数强调 当期实际发行在外 有人说老师你咋正无聊 老强调实际发行在外 很简单 后边的西式美股收益除了实际发行在外的 还有假设发行在外的 所以基本美股收益跟西式美股收益的区别 主要是在股数这有区别 他强调当期实际发行在外普通股的算数加圈平均数 按什么加圈平均 按时间加圈平均 只不过有个不成分的规矩 当你新发行股数的时候一定是个加 当你把你的股票回购回来 一定是个什么 减 加也好 减也好 一定都要给我每一步按时间加圈平均 有人说我没明白 我举个例子 如果我四月一日发行了新股一百万 您确实要加 但不是加成一百 而是加上一百乘以十二分之九 有人说老师不是二十分之八吗 你糊涂了 四月一日说明前三个月不算 不就加上十二分之九吗 同理 比如说十二月一日我回购五十万 你能不能直接给我减掉五十万 不能 十二月一日往后算 算到年底只剩一个月了 要乘以十二分之几 一不论是加上一个数 减几个数都给我按照时间加圈平均 将来如果我期初 比如说有八百万股 我就用期初或年初这八百万股 加上每增加一个按时间加圈平均 减去一个也按时间加圈平均 最后就能得出我们要的计算 基本每股收益的股数的加圈平均数 其实这七初呀 这八百万你可以理解为 假设它一直在 那一年十二个月 它占有十二个月 不就乘以十二分之十二吗 这个加圈平均 我们在借款费用那张 已经用过这个套路 在这我相信大家没问题 我提示大家一句话 将来如果你回购了自己的普通股 如果作为库存股管理 是不是等于这个普通股在你自己手里边 对 它不属于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而且它无权参与净利润的分配 应当在计算分母时扣除 啥意思 就是你分母的这个股数里边 不应该包括你自己持有你自己的股数 就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加圈平均数 就是七初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你可以理解为持有一年乘以十二分之十二 当期西发行的普通股 那就是价 从你发行日算到年底 有几个月就乘以十二分之几 然后你当期回购的就给它减 减去之后 有几个月 从你回购日到年底 有几个月乘以十二分之几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加圈平均数 看完这个内容 我们直接看例28-1 他说某公司20某七年七初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是三万 什么都不考虑 这七初的三万 你就假设把它一直持有到年底 中间有变化 你不是来回的条吗 那就是三万乘以十二分之多少 十二 然后这回他换了一个数字 说五月一日新发行 新发行是不是 我又往市场上扔出我的股份了 我发行在外的股数多了 就是加上16200乘以 五月一日发行的到年底几个月 几个月不对 五月一日往前只有四个月 那么五月一日到年底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应该是我们所说的十二分之八 而十二月一日回购 普通股回购发行在外的少了 给他减去 减去7200乘以什么 十二月一日算到年底应该乘以十二分之一 我就能算出我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加捐平均数是40200 然后你告诉我该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是16250 我就用16250的当期净利润除以我们实际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加捐平均数 就能算出基本每股收益是每股0.4没了 这是基本的计算方法 其实在这里边他有一个假设 就是假设这个净利润全部归于普通股股东享有 如果你这个净利润里边还有归属于优先股股东的 你可能就要用16250减去归属优先股股东之后剩下来的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在除以40200 另外还有一件事 大家听好了 就是考试时候你可以这么算 其实还有一种算法是什么呢 分段算 就是你在哪一段持有的股数是多少 乘以这一段所占用的时间加捐平均 也能算出这40200 我给你画一下 你20某七年七初一直是3万 一直到什么 5月1日这一段时间都是3万 对不对 对 那么然后5月1日新发股票之后 您就不是3万了 而是3万加上16200变成了46200 对吧 您持有40200这个股数 一直是到12月1日 如果没有新发股 如果没有回购 那就是到年底了 但是现在我不是到12月1日吗 好 12月1日你回购了我们所说的 7200 那就是从12月1日到12月31日 就从46200减去7200得到3万9 那么每一段的股数我都算完了 最后用每一段的股数乘以它时间段的长度 1月1日到5月1日中间是不是4个月 那我就乘以十二分之四 然后5月1日到12月1日是几个月 5月1日到年底 咱们算了不是8个月吗 这扣掉一个月是7个月 乘以十二分之七 12月1日到12月31日乘以十二分之一 你看4加7加1正好还12个月 用每一段的股数乘以它所占时间的加权平均 一段一段的来算也能算出这个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40200只不过我们习惯上 也就是说我在这只跟你讲一次 我们后边依然是用这种方法 新发行算到年底 回购算到年底 这种方法来算 你如果说我就擅长这种分段算也可以 但是您分段算 算每一段普通股的诗别给我出错就可以 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新发行普通股的发行日的决定 有人说这还用单讲吗 用 听好了 就跟我们前边说五月一日乘以新发行的普通股是16200 你这乘以的是什么 十二分之八 那我现在只要知道发行日是什么时候 把它算到12月31日 我就知道乘以十二分之几 这个发行日貌似还很重要 对不对 那么新发行的普通股股数 我们要根据合同的具体条款 从应收对价之日 通常情况下是股票发行日起计算 为什么说通常 我有可能先发行股票后收到钱 那你总不能以收钱之日算吗 我们以发行股票之日计算 通常包括下列情况 我不用你背 但您老人家必须明白这个道理 比如说第一个 如果我是为了收取现金而发行的普通股股票 那可能收现金跟发行股票同时进行 也可能先发行股票后收现金 那我以哪个为准呢 以应收股票之日起计算 那通常我是不是理解为只要我发行股票 我就应该收现金呀 但是他不那么说 是应收现金之日起计算 那么第二个 因债务转为资本 你看这就是章节知识联系的不密切 我们债务重组那张已经改名叫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那好 现在他还叫债务转为资本 你知道是一回事就行了 而发行的普通股股数 从停止计算 债务利息之日或结算日起计算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 对于企业合并相关的普通股股数的计算 如果是非同库 那么作为对价发行的普通股股数 就是从购买日起计算 这个一定要单独给我计 比如说你三月一日是购买日 你后边一定乘以的是十二分之几 十三月一日前面有两个月 只有两个月不用算 那不就后边十个月要算吗 而对于我们另外一个考的不多 但是他可以考理念 就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作为对价发行的普通股股数 不是讲究一体化原则吗 第二十期上我们都讲完了 应当记录各列宝期间 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这是啥意思 是正的意思 我稍微给你解释一下 比如说我明明是2020年 你听好了 我明明是2020年4月1日 我才进行的同控 再说一遍 我明明是2020年4月1日 我才进行的同控 那么我4月1日才发行的股份 首先2020年是同为1月1日发行 也就是说你要算2020年新发行股份的时候乘以时间的加捐平均 这是给我乘以十二分之十二 十二分之十二 我说清楚了吗 好 但是我们提供报表不都是比较财务报表吗 那么2019年是我们所说的比较财务报表 那么这个比较财务报表 大家想一个道理 你真正发行是2020年4月1日发行的 但是只要你是同控 我不论你是算哪一年的美股收益 都视同为当年年初就发行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算2019年的我们所说的美股收益 也要把这个股数给我加上还是乘以十二分之什么 十二 你给我提哪年 只要你是同控 我永远视同为当年1月1日 我就已经发行了股份 这块内容能听明白就可以了 就是当年明明只有九个月 我乘以十二分之十二 然后如果你跟我提2019年 我视同为这个股份 明明是第二年4月1日才发行的 我也视同为2019年的1月1日就发行了 别错了就可以了 但是非同控 比如说还是这个例子 你是2020年4月1日发行的 那就乘以十二分之九 2019年就不考虑这个数 是这个意思 第四 为收购非现金资产而发行的普通股股数 从确认收购之日起计算 其实最难的就是同控 一定是要记住各列报期间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如果你没明白 我给你举个例子 假如说 我2019年跟2020年 我股数假如说都是八百万股 那我2019年本来就应该是八百万乘以十二分之十二 那么2020年肯定也是八百万乘以十二分之十二 对不对 对 但是我是2020年4月1日新发行了一百万股 您得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 你是同控还是非同控 如果是同控 你要加上一百万乘以十二分之十二 同理 2019年也要加上一百万乘以十二分之十二 有人说老师不对 我2019年还没这股数 这不是视同为吗 一体化原则 那有人说老师 我2019年没这件事 我2019年已经算出基本美股收益怎么算 您还忘了一件事 不有一个重新计算的一个过程吗 所以这个内容我就提到这就可以了 那么下边我们看2017年的一个单选题 他说假公司为境内上市公司 2017年度假公司涉及普通股股数的有关交易或市场如下 给了四件事 他说下来各项中不会影响假公司2017年度 基本美股收益金额的是 A当期发行的普通股股数这肯定影响 C当期回购的普通股股数肯定影响 D年初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肯定影响 一排除不影响的就是当年主销的普通股股数 我回购股份的时候肯定影响普通股的加渐平均数 但回购完了成为普通股之后 我就不再影响了 注销的时候肯定也不影响 你没发现吗 前面这个题我根本就没读 我就已经知道答案是选项B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节的内容 真正的难点在第三节 稀释美股收益 我们先看标题 基本的计算原则 啥叫稀释美股收益 您听好了 它是以基本美股收益为基础 咋为基础 很简单 首先你的分子 甭管是什么净利润和净亏损也好 我只强调一件事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和净亏损 对不对 对 然后分母 我强调实际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什么 加权平均数 对不对 对 那我现在想问你 我这样算出来的是什么 基本美股收益 好 有了基本美股收益之后 我有可能 我说的够清楚吧 有可能我在它的基础上 比如说我可能要加一个数或减一个数 对于我们后边讲的几种情况 貌似都是加 你先不用理他 我先说的这 那我可能要加上一个数 是每一种情况都要加上一个数吗 不是 你就把它理解为 有可能我要加上一个数 而在分母的基础上 我也有可能要加上一个数 那么最后 我把分子调整了 我把分母调整了之后 算出来的这个数 我们就把它叫做西式美股收益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我怎么在分子加上一个数 我怎么在分母加上一个数 实际它是假设 假设什么 假设企业所有发行在外的西式性 潜在普通股 两句话 第一 现在你是不是真正的普通股 不是 第二 你将来是不是可以成为真正的普通股 是 我需要的是什么 时间 我把潜在普通股假设 它不是真的 假设 转换为实际的普通股 那么 我是不是分母 就应该把假设 转换为的普通股 这块的数据 给它怎么着 假设 你看 这就是调整后的分母 用实际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加上假设转换为的普通股 两者之和作为分母 只不过 我实际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要按时间加权平均 你假设的普通股 也要按时间加权平均 这就是第一部分 我们分别调整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 就是可能分子要加上一块数 这不就叫调整 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吗 以及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 加权平均数 我们把它理解为是调整分母 而得到的美股收益 分子是在基本美股收益的净利润 加上一个数 分母是在实际发行的普通股的 加权平均数的基础上 加上假设转换为股份 我加成的这个数 最后这俩调整后的数相除 得到的就是西式美股收益 有人说你说的太乱了 我不懂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现在一共是有三个人 要分一个蛋糕 能听懂吗 好 那么假如说即使是评分 是不是每个人只能分得三分之一 对这个三分之一 我们就把它叫做基板美股收益 好了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 这三个人当中 有一个是什么 孕妇 这小孩出生了吗 我是不是只能称之为他是胎儿呀 对 这就像潜在普通股一样 他是不是真正的小孩 还不是 出生之后才能叫英文 才能是真正的算人头 对吧 对 但是我现在要采取的方法是 假设 这个孕妇把小孩出生了 那可能真正的小孩出生 比如说还得需要八九个月呢 但我就在此时此刻假设 这个孕妇把孩子生出来了 那是不是就变成四个人了 还是分这个蛋糕 是不是每人只能分得四分之一 对 那是不是每个人分得的金额就会变少 对 这个假设小孩生出来之后 我能分得的蛋糕就叫西式美股收益 说两句话 第一 西式美股收益的金额 你看四分之一是零点二五 三分之一零点三三 西式美股收益的金额一定比基本美股收益小 我们才称之为西式美股收益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我之所以要算西式美股收益是假设这个小孩出生了 但实际这小孩出生还是八九个月之后的事 所以我要假设 而回归到我们这儿的知识点 就在此时此刻 比如说今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我要算西式美股收益时 我手里捏着的这一部分并不是真正的普通股 我只能把它叫做潜在普通股 潜在普通股 那么将来它会转换为真正的普通股 但此时不是 我假设它转换了之后 按时间加圈平均 算出来的才叫西式美股收益 那么有一个前提 就是您这个潜在普通股要具有西式性 有人说咋就要具有西式性了 就是您算出来的这个假设转换为普通股的这个美股收益 也就是西式美股收益 您得给我做一个保证 拍着雄谱保证 它比基本美股收益要小 那么我想问的是 我怎么知道 它就比基本美股收益要小 能不能提前知道一些规律 可以 规律就是你分子 不是调整一个数吗 你分母 不是调整一个数吗 对 就是用分子的这个调整数 我现在笼统的称之为调整数 除以分母的调整数 我们给它起个单独的名称 把它叫做增量美股收益 把它叫做增量美股收益 那我现在就研究分子的这个调整数 除以分母的这个调整数 也就是增量美股收益 它符合什么特征 就代表我算出来的西式美股收益 一定要小 一定要比基本美股收益要小 很简单 只要你增量美股收益 也就是你调整的分子 除以你调整的分母 算出来的数比基本美股收益要小 那我就断言 你西式美股收益 一定比基本美股收益要小 大家回去研究一下 这不是数学最基本的等式 还有我跟你拓长吗 你如果实在懒得头脑筋 记住结论就可以了 那下边我们看 换一西式性 潜在普通股 在我们企业发行的潜在普通股 也就是现在不是普通股 但是将来可能成为普通股的 有可转换公司债券 我卖给您的是我公司的债券 同时给了你一种选择权 在一定时期之后 或者满足一定条件之后 您把债券还给我 我给您换成股票 在转换为股票的时候 它才是真正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在转股之前 我只能把它叫做潜在普通股 还有认股权证 我经常说它是优惠券 股份期权也是优惠券 这一俩优惠券 您没有行权 它就是优惠券 行权了 你买了我的普通股 它才变成真正的普通股 所以我们通常把核转债 认股权证 股份期权 称之为潜在普通股 这是第一个 第二 潜在普通股解决完了 我们再解决息事性 潜在普通股 就是满足什么样的特征 我们就把它叫做 息事性潜在普通股了 很简单 真正我判断的是 如果用数字去判断 从定量的角度去说 就是分母的调整数 分子的调整数 都算完了 这俩相除 得到增量美股收益 只要它小于基本美股收益 那我就认为 这个潜在普通股 具有息事性 啥叫具有息事性 那我就断言 它算出来 息事美股收益 一定比基本美股收益要小 那么这是定量 从定性的角度来说 怎么说 是这个意思 就是假设当期转化为普通股 我会减少美股收益的潜在普通股 啥意思 假如说不考虑这些潜在普通股 那不就等于只考虑实际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吗 我算出的美股收益 比如说美股两块钱 如果假设 我考虑了把它转成普通股 那么将来 它美股收益算完了 可能就变成一块三了 是不是变小了 对 那变小了 我们就说这个潜在普通股 具有稀释性 我教你个窍门 实际上 稀释性 潜在普通股 大家学过数肘吧 就是你的数 金额 在不考虑的情况下 变得考虑情况 是往数肘的左边走 那么它就具有稀释性 这是第一个 减少美股收益 说明它为正 第二 对于亏损企业而言 我说的够清楚 对于亏损企业 你是不是即使不考虑 潜在普通股 你算出来的美股收益 也会是一个负的 比如说美股负二元 对吧 那么将来 我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假设转换为普通股 将会增加美股亏损 的金额 增加美股亏损金额 有人说是变成富二的左边 还是变成富二的右边 我说了很清楚了 只要你考虑之后 你的基本美股收益 考虑了之后 是往数周的左边走 才具有稀释性 那我不跟你说 往数周左边走 我给你举个反例 假如说你手里 有个认股权证 认股权证是什么 优惠券 假如说不考虑这个优惠券 我基本美股收益算出来是 美股负二元 那如果考虑了钱在普通股 那大家想一下 我给你举个数字啊 假如说当时不考虑 我们所说的钱在普通股 比如说我可能是用负的四百万 这叫净亏损对吧 除以我的股数 比如说二百万股 那么算出美股负二元 那么美股负二元 如果假设我拿着优惠券买了股份 那我的股份不就会变得更多吗 假如说我股份又增加了多少 二百 那股数多了 但是我拿优惠券买股票 会影响您老人家的经利润吗 不会 您的经利润净亏损还是不会变化的 那就是付四百 除以四百得负一元 美股 那么这个得负一元美股 你看啊 如果付二在这 付一是不是在右边 我说的是往左走才叫具有稀释性 您现在貌似反方向往右走了 您不是增加亏损 您是减少亏损了 这时候我们把它认为具有反稀释性 反稀释性 那它就不符合稀释性 潜在普通股这个条件 结论是不考虑 啥叫不考虑 就是将来呀 我不会再算假设转股之后的这个金额 那我将来算出来的基本美股收益是美股负二 那我将来要说稀释美股收益 我也说美股负二 我就不再说负的多少多少的其他数 我这么说 你能听懂吗 反稀释性不考虑 就是你考虑潜在普通股之后 反而美股收益往数周右边挪了 这种不考虑 我只考虑往数周左边挪的这种情况 这是第二个 我今年用数周给大家说一下 我希望能给大家说清楚 那么在这提示一下 计算稀释美股收益时 只考虑稀释性 潜在普通股的影响 笼统的说 就是如果你基本美股收益在数周这个点 你稀释美股收益算出来的金额 一定比基本美股收益还往数周的左边 这时我才断定你是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那么我才考虑 否则我不考虑不具有稀释性的潜在普通股 你比如说我基本美股收益是美股两块钱 您告诉我 您算出来的稀释美股收益变成美股三块 夸张一点说 这不叫稀释美股收益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不再考虑潜在普通股的影响 将来你问我 基本美股收益多少 两块 稀释美股收益多少 两块 没了 第二个 我们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潜在普通股是否具有稀释性的判断标准 是看它对持续经营美股收益的影响 也就是说 当我假设把潜在普通股转换为真正的普通股 你美股收益为正的时候 我会减少持续经营的美股收益 如果你美股收益要为负 我会增加持续经营的美股亏损 反正都是往述州左边挪 我才认为你具有稀释性 我才考虑 否则你这个潜在普通股 我假装没看见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我提示大家的两句话 括号 分子的调整 来了 分子的调整 不就是通俗的来说是净利润吗 我净利润要加上一个数 加什么 这个什么就是分子的调整 我们将来后边会讲几种特殊情况 但是需要调整分子的貌似 只有我们所说的可转战 它是一种假设 那么将来计算稀释美股收益时 应当根据下列事项 对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 当期净利润进行调整 第一个 当期已确认为费用的 稀释性潜在普通股的利息 啥意思 你可转债在转股之前 是不是视同为一般债券 正常的核酸利息啊 如果您忘了我再给您说一下 是不是相当于是每年年末你要借财务费用 贷方是应付利息 到几出是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 利息调整 这没问题吧 没问题 好 那我想问您的是您的财务费用是怎么算的 很简单 是丁字账的余额 谁的余额应付债券的余额成实际利率算出来的 那大家想一个道理 假设 你如果就在此时此刻 或者说如果我算今年的数 如果我假设在一月一日 我把这可转债转成股份了 我要转成股份了 是不是根本不会发生这个财务费用 对 那不就等于是我省了我的利息吗 要不会发生财务费用 你想象利润表的结构 我把财务费给它剃掉 我的利润是不是就会增加呀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假设转换的金额 实际就是加上省下来的财务费用的金额 那么就是加上你利润将会增加的金额 实际上利润会真的增加吗 不是 您现在就是一个债券 就是假设转换股份 你将会增加多少利润 所谓的稀释美股收益是一种假设 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了利润 进而带来 您可能会产生一些收益和费用 比如说我有一些费用是以净利润为基础来算的 那我现在假设转换股份 我假设净利润增加了 那我是不是有一些费用自动也会增加 对您还要考虑因为净利润的变动而产生的 以净利润为基础带来的收益和费用的变动 只不过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 净利润是不是一个税后金额的概念 肯定扣掉了所得税 但如果您冒冒失只给我加一个财务费用 他不是没有扣所得税 将来你把你省下来的财务费用 要多成个一减25% 给它折算为税后金额 净利润是税后金额 省下来的财务费用是税后金额 这回口径才一致 我才能加 就这个意思 那么我给大家补充一个例题 就是假如说某上市公司于2018年1月1日 而面值发行5年及格转换公司债券1000万元 票面利率1% 每年12月31日付税 说明我这用应付利息是没有错的 发行24个月后可以转换为公司的普通股 慢点慢点慢点 我是2018年1月1日发行的 对不对 对 那我应该是至少应该在2019年12月31日 或者说12月31日的次日 我才能转换为普通股 对不对 对 但我视同为 我说的够清准吧 视同为 我从发行日就转换为了普通股 我将能省下多少财务费用 他要的就是这个意思 债券利息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那不就是费用化吗 他为什么锁定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你要符合资本化条件 这是借债债建工程 即使你转换为股份了 你也不可能导致利润增加呀 对不对 好 假设不考虑负债和权益成分的分拆 你看 他要不考虑负债成分和权益成分的分拆 貌似我的财务费用 应该直接用面值1000万乘以票面利率1% 因为我不用再算权益成分了 那么将来我省下来的财务费用 也就是说假如说不考虑权益成分 负债成分的分拆 那我财务费用就是1000万乘以1% 应该得10万 那么将来你既然是财务费用寄了10万 我假设转换为股份 我省下来的财务费用也就是10万 那我就应该是在当期净利润的基础上 假设为啥讲 你现在真真正正的身份到2018年12月31日 是财务费用 你再算利润的时已经扣掉了 假如说我在1月1日发行日就已经转换为普通股了 是假设吧 真正转换不是第二年的年底吗 那在这种情况假设转换为我们所说的普通股了 那我这财务费用这笔就不应该发生 不应该发生 是不是如果它不发生利润反而会增加10万 对 我要加上10万 但是这10万是没有考虑所得税的 因为你这告诉我所得税税率为25% 那我要加上10万乘以1减 25% 我这么说没问题吧 好 那么接着往下看 他说另外公司规定 该公司经理以上的高管人员按照当年税前利润的2%享受公司的什么奖励 享受公司的奖励 以至该公司2018年税后利润是多少 400万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加上10万等于增加了我们所说的税前利润 对吧 10万是增加了税前利润 然后你乘以1减25%增加的是税后利润 那么你税前利润增加了是不是相当于这儿 你享受这个之后 归人家高管人员享受的就不归你普通股股东享受 你是不是还要把这块给他减去啊 最后减去我们所说的10万乘以2% 但是这个减去10万乘以2%呀 是没有考虑所得税的 因为你是不是形成了一个费用 没有考虑所得税 如果考虑所得税 其实你等于减去的是10万乘以2%乘以1减25% 那最后我们看一下 你税后的净利润400 咱们可以算一下 400加上10万乘以25% 错 10万乘以1减25%得7.5 再减去我们所说的10万乘以2%乘以0.75%等于0.15% 最后就是400加上7.5减去0.15%等于407.35%就可以了 这个算出的407.35%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算税市每股收益的分子 407.35% 你再用实际的股数加上假设转换的股数两者之合做分母 就能算出税市每股收益是多少 是这个意思 这道题我主要是让你看看 你不能只给我加上你节约的财务费用的税后金额 你还要考虑因为你的利润增加了10万 将来你的费用要多支出10万的20% 0.2%考虑所得税的金额影响 你这么算也行 按照前边这个算也行 这是我们所说的括号2 那么括号3分母的调整 分母本来是实际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但是你假定税市性潜在普通股 转换为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你可能要把这种假定增加的普通股 也要按时间给它加权平均 那么算出来的这个用实际发行在外的加权数 加上假设转股 加权数就是我们算税市美股收益的分母 就这个意思 只不过在这我想说一下时间权重 就是如果税市性潜在普通股 我这强调了半天了 即使你是假设转换为普通股不也要时间加权平均吗 那我这个时间加权平均该乘以十二分之几呢 就是这个意思 将来我们占个规矩 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加权 实际的时间是多少 我们用实际的优先 没有实际的我们假设从后 这句口诀是我给你总结的 啥意思 别着急 我一个个跟你说 这儿您会也得会 您不会也得会 这儿您找不会 您会跟我说 您会算稀市美股收益 那是不可能的 就跟你交通法规都不会 你告诉我 你会说 你会开车 那是不可能的 一定要会算 好看第一个 以前期间发行的西市性潜在普通股 这是啥意思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这个西市性潜在普通股 是2017年12月1日发行的 但是我现在要算的是什么呢 我要算的是2018年 西市美股收益 2018年西市美股收益 那我认为 或者说我假设 他从什么时候 转股呢 一定是我认为 从当期期初转股 为什么 他2017年12月1日发行的 是不是在2018年1月1日 他自动存在呀 对 那你2018年1月1日自动存在 我当然认为你最早能转股的时间 我说的是针对于2018年 我算西市美股收益 我只能认为你是从1月1日开始转股 那么开始转股 我要乘以十二分之几呢 假如说你告诉我真正转股的时间是2019年12月1日 那是不是2018年一整年 你都是以前在的普通股的形式存在的 对 存在了多少个月 12个月 我假设转为股份 我这儿当然乘以12分之12 我说的是2018年 你算西市美股收益时乘以12分之12 你听懂了吗 好 这是第一种 第二 当期发行的西市性前代普通股 这是啥意思 针对于2017年的情况 不就是当期发行吗 这不就是当期发行 那我问你的是 如果我要算2017年西市美股收益 我这该乘以十二分之几呢 对不起 你只能从发行日开始算 只能从12月1日开始算 如果你要算的是2017年的西市美股收益 从12月1日算到年底 这只能乘以一个十二分之一 所以应当假定在发行日 转化为普通股 你看 在2018年的角度 它是以前期间发行的 是为1月1日就发行了 那么该乘十二分之几乘以十二分之几 在2017年是当期发行的 只能从发行日算到年底 假设转股乘以十二分之一 这一定是发行日 而不能是我们所说的签合同的日期 如果我2月1日就签合同了 我12月1日才发行 那只能从12月1日开始算 不能从合同日开始算 有一年筑块考试考过这个点 那么第三个 当期被注销或终止的稀释性钱在普通股 那么也就是说 从某一个时间点之后 这个东西没了 比如说可转化公司债券 假如说让人给在某一个时间点赎回了 在赎回之前 你是不是已经以前在普通股的身份 存在了好几个月 对 你存在了几个月 我就乘以十二分之几 是这个意思 真正要考的是一 二 四 好 那么咱们说第四种情况 第四种情况 其实就说的是2019年 2019年 你真真正正的刑权日 是2019年的12月1日 我这么说你福气吧 好 针对于2019年来说 您从1月1日到12月1日 真正刑权的日期 您都是以钱在普通股的身份出现的 而钱在普通股只影响西市美股收益 不影响基本美股收益 所以你要跟我说2019年西市美股收益 你应该给我乘以十二分之几啊 12月1日之前 那就是11个月 应该乘以十二分之十一 那可能有人就会问了 如果他12月1日真正转为股份了 那12月1日之后那一个月 是不是他就不应该讲钱在普通股 他就应该叫实际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对 实际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会影响西市美股收益 不会 那一个月也就是十二分之一 其实他影响的是基本美股收益 前11个月 你是以前在普通股的身份出现的 我算西市美股收益 我要加上十二分之十一 最后一个月 你已经成为真正的普通股 我绝不能再算西市美股收益时 加上你 我是再算基本美股收益时 加上十二分之一 是这个意思 一二四 您类吐血也必须会 三您可以不用特意去考虑 原理是一样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标题一 基本的计算原理 我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那这一讲我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